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个人都没进来 我怎么开始啊 这是我第三次直播 今天选择美国的晚上 中国大陆的白天直播 第三次直播 那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二次直播 第二次直播都是点评了新闻之后 点评了新闻之后呢 讲了一下 讲了什么呢 民主 就是现在社会的民主转型的后发优势或后发烈势 大家还记得吧 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是这个民主先驱国家 都把这个各种民主的形式都实验到了 各种民主的这个宪法和政治制度摆在这个 像这个商品一样摆在货架上 供这个后发民主国家选择 琳琅满目 根据你自己的国情选择一种模式 这叫后发优势 后发烈势就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怎么得来的 怎么千锤百炼 人家这种牺牲奋斗 启蒙换来的 你没有这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往往啊 就是后转型的 有了这么多优势的民主转型的国家 反而给人显得不尽人意 要就是素质跟不上 要就是制度探先进 这个不会玩啊 那么第一讲的 我们点评了十四之后呢 讲了这个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或美国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今天呢 可能本来呢 后面呢还要讲就是世界各国民主转型这种形式 包括要点评一下这种领袖带领的转型的模式 甘地亚 这个曼德拉 昂山苏基 就他们这种带领性的转型模式的优势或劣势 出现的一些问题 顺便呢 就是分析一下昂山苏基 但是 我恐怕今天没有时间了 因为今天 我的所有的点评的就是新闻点评都要让位 给一个主题 更不用说我们后面的这个民主启蒙的课 肯定要让位 让位给什么大家都知道 我是科班出生 是出生于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 我学的从我83年进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就是研究中美关系的 然后后来学博士 学硕士 包括后来一直从此的工作和我的写作 也主要是 这个林大人有点那个啊 也主要是以中美关系 中国后来更多的写到中国的一些转型 但是更多的是以中美关系为主 那今天如果还有时间点评别的 那我这个科班恐怕就要彻底 明不复实了 明不复实了 好 今天我们用至少半个小时点评彭斯副总统在哈德森 华盛顿哈德森智库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演讲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是40分钟 40多分钟 对不对 除掉前面这一位这个主讲人之外 大概40多分钟 这40多分钟 演讲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开车 偶尔打开 是一个朋友打在微信群 我偶尔点开YouTube 听车 还有点塞车 加上听的是英文 没有完全 就是说抓到每一点 但是听了一点之后 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 不要说从1989年之后应该可能远至1972年中美 开始接触之后的最重要的也是美国 最赤裸裸裸 赤裸裸的一个政策先言 有人肯定说 你这不对 89年的时候咱美国对这个 北京中共是相当严厉的 深色巨厉 哎呀 然后这个这个谴责 怎么怎么怎么 啊 其实呢 那个时候因为大势所去 全世界都在谴责 美国并没有拿具 拿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他只不过就这件事情 八九天安门这个事件 就这一件事情 他做了一些这个 这些制裁 而且 那时候我应该还是在中国政府工作 而且不到三个月 那个务实就已经让步了 就已经暗中 这个这个暗通团取啊 这个这个就已经在搞关系了啊 所以从1972年到现在 这个演讲 那有人说有那么严重吗 好 那我们呢 简单的 因为我还没有 因为我要给你们直播 我还没有详细的听一遍 华者没把那个中文 我不知道哪里出了中文了 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 我可能说错啊 因为我只是在路上开车听了一遍 而且呢 我还东平西做了一篇文章 在在在在在路上吃饭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彭斯这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虽然有预告 那么也有前提 这个前提很简单 中美贸易战打了这么一年了 对不对 互不向让 好像大家都在试探对方 突然之间来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宣誓 而且是以副总统的名义来发表的 注意 副总统的名义来发表的 大家如果对中美关系不是太了解的 我首先给你讲一下 就是说 由总统在这种情况下 副总统 因为我们也知道彭斯的地位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奥巴马属于Action man 属于一个这个动作人 他整天这儿 整天那儿 后天有推特 你根本不会坐在那儿给你讲四十分钟某个政策 所以呢 彭斯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重要的 那么像彭斯这样用四十多分钟讲一个国家政策 而且几乎全部是批评和攻击 我这个攻击 这样的 你们印象中有吗? 没有吗? 里根当然有 但是他实在是在收敛 那么我们看一下 彭斯一开始讲了 按说这种政策 一般会讲两句好话先 这中国人这样 其实美国人也这样 先握个手表扬你两句 那么我看看这个四十多分钟 他唯一表扬 表示肯定的就那么一句话 中国也在这个朝鲜无核化上和我们有配合 特朗普 不好意思 我是说成奥巴马 对不对 不好意思 特朗普 在这个政策上和我们好像有合作 这种话是表扬还是批评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整个这么二十多年下来 中美合作的朝鲜无核化没有任何进展 而且都是在你们合作的时候越来越坏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南韩拿得先 并不是中国拿得先 在这种情况下 这唯一的一句通篇四十多分钟 对中国的批评的这个演讲中唯一的一句表扬 其实 suspicions 是更让人怀疑的 好吧 那么从下面来讲 大家都知道内容了 我就不重复了 我讲几个特点 这几个特点 我有可能前后颠倒着想 因为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因为这个事还是比较一下子出来了 我们大家都很想记住 急于听到老羊头的意见 老羊头毕竟是这个方面的课班 观察很久 虽然当了民主小贩之后 不复正业 去搞什么别的事 但是中美关系一直是我比较关心的 而且呢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讲到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 我写过很多文章 而且答案都在哪里 那个美国这个 我们从这个彭斯讲这个话呢 讲这个政策中 第一条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你们想到了没有 是 哇 这么详细 四十多分钟 你不单详细 而且讲了以前总统从来没讲过 甚至美国高官没讲过的东西 是什么 第一 美国 不要说总统 就说美国高官讲到对华政策的时候 经常是高副建立 啊 讲几个大的原则 我们的贸易不要减少立场 你们要关注人权 然后不要打压意义 吧吧吧吧 你们一定要注意周边的和平 这些都是老问题 不是新问题 一直在讲 对吧 但是彭斯虽然也讲了这些问题 可是他每一个问题 四无巨细都有现实的例子 而且这些例子还特别的接地计 什么意思 接地计 我一会给你们讲一下 就是特别互联网化 举个例子 一个美国总统提到 在这个百年啊 中国认为他有百年齿肉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中 我们美国人没有对你们对不起 我们美国的传教室过去 包括我们对你们的支持 过去建立了优秀的最好的学校 当然清华大学那些 对不对 还有这个这个医院 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我们对你中国敞开 对不对 包括各种科学技术 我们也基本上是敞开的 大家想一想 你稍微回顾一下你就知道 互联网站有大量的中国人写的 写的什么 说俄罗斯对我们很坏 另外的列强对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是对我们最好的西方国家一定是美国 没有要我们一分一寸的投地 对不对 然后给我们国家的帮助 大家自己看 WTO 比中国条件还好的 当时根本进不去 让中国进去了 这一点咱们都知道了 当时吴仪啊 朱镕基啊 苦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首先给你一个感觉是什么 这哥们儿 脑袋是拿根筋啊 这个话就说出来了 这好像中国人在网上写的 美国人一般不讲这种事儿 美国人一般不讲 你注意看 还真不讲 你要注意观察这些东西 那么 他在整个演讲中 都充斥着这种不同于以往 美国总白宫和国务院的演说 那就是很多很小的细节全部进去了 而且包罗万象都有 中国学生演讲啊 这个我们两个军舰相格多少啊 是吧 还有这个连我们那个什么 联合学生会啊 这种东西也出自总统之口 你们想想 是不是有点严重啊 没有过来 连里根的时候说苏联都没有这么严重 对吧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大家要注意的 这一次是非常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演讲是经过深思熟虑推出来的 那么呢 我们这个还是要进一步分析一下 那么你推出来啊 我想 我们要首先要问 这个推出来是什么原因这个时候推出来呢 是奥巴马打贸易战 北京不了他 然后最后 他顶不住了 我升级到政治战 冷战 全面的战争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还是因为 我们知道 打了贸易战之后 突然发现不但没有什么副作用 我支持都越来越高 哎 好家伙 看起来北京不太得人心呢 那好 全面提升 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都可以考虑 我们都可以想想 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特朗普 他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eximen 他不是一个ideology 或者都ideology 这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 但是这一篇文章 我给大家说 后面我会说 但是我现在可以说 这一篇演讲 从我上面 我下面分析的来讲 这一篇演讲 如果是美国的政策 如果会真正的推行 指导美国接下来的政策 而且特朗普又能当选 甚至他下一任也接着他这个政策做下去的话 那么这篇演讲的重要 重要程度 不亚于1946年 温斯顿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候发表的一篇铁幕演讲 大家都记得吧 记得吧 他说 从波罗的海的世界清到亚大利亚海的里亚斯特 一幅魂观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拿下来了 1946年 接下来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 都罗门主义出台 标志冷战开始 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正式开打 这个我是插了一句 如果我们下面看的话 彭斯 他很可能在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就把这一篇作为温斯顿丘吉尔的铁幕演讲 为什么 你们有太多迹象了 且不说他这完全是针锋相对 火药味很浓 而且你看 他讲到最后的时候 我跳一下啊 讲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 我们正在建立和印度建立关系 或韩国签订贸易协议 或怎么怎么怎么 大家看见这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告诉北京 铁幕已经被我们拉下来了 这个铁幕目前我跟你说的是贸易铁幕 贸易壁垒 我们的铁幕不是拉在这个71年前的欧洲大陆 而是拉在亚洲大陆 拉在你的门口 你有多少朋友 拉出来亮一亮吧 好吧 再回到前面 回到前面 我说了 这个演讲 它到底是什么背景下出来的 是因为打贸易战不过瘾 还是打贸易战打上瘾了 推出来的 还有个可能 我给大家分析 这个我刚才说了 特朗普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 他不是太注重这个核心价值观的人 他怎么会这个时候要前面推出冷战思维呢 完全要打一场冷战呢 他有没有可能是特朗普授权彭斯讲中国问题 然后说 你到我推特上看看 我烦了 那些东西你都要讲 然后再告诉 哎呀 中国这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 你都要讲 那么彭斯我们知道 他是有外交系列头脑的 而且是一个隐派 在意识形态上 他可是比特朗普要激烈 在这个情况下 他有可能 他正好激动了 华盛顿那些被打压了多少年 按你们说是被白走打压 我不喜欢这个词 但是按你们说是被奥巴马呀 被克林登啊 被希拉里打压的那些强硬派 把他们突然激动起来 说 我们现在我要代表总统做一篇演讲 我们要对华全面推出政策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不一定全面代表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呢 像一个加龙炮 这边开一炮 这确实也是事实 虽然我对这个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政治人物一向是中立的 我对四不对人 我不会像一些这个这个华人呢 还有中国大陆的人 哎呦 好像都要选边站 作为一个政治研究学者 我绝对不选边 哪怕我心里有支持谁 不支持谁 我在我分析问题 在我实际看事情的时候 我都不愿意鲜边 因为我必须有一个让自己实时保证这个冷静的头脑 在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代表了彭斯的一次演讲呢? 好 这是一个可能 那还有一个可能啊 大家也看见了 在这个演讲中 彭斯有几次提到美国的选举 那就很自然的让人联想到 是不是为中期选举造势啊? 是不是为特朗普过两年的这个这个连任造势啊? 尤其是中期选举 现在有点高级 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而且我们也看出来 他里面指责北京干涉美国的大选 而且说北京终于看出来了 不希望特朗普当选 我们知道多少年前 两年前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竞争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重要的智朗 包括特朗普的一些人说的是 这个北京是希望他当选的 不喜欢希拉里 希拉里太强硬了 这个大家知道他当时发表的言论特别强硬 川普 对不对?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 北京可能也认为 我们对付商人很容易 就不喜欢政客 就不喜欢把价值观这个挂在嘴上的政客 我们对付商人有一套 你看 马云听话了 王剑林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这种演讲中说 其实北京现在不希望特朗普赢 而且干涉我们的大选 这个东西有没有事实证据 我不知道有就拿出来 有就拿出来 但是在这种重要的 我认为是橡皮皮可以活 其实一年前的冷战铁木载于死车的这种演讲 向帝并嫩的一篇演讲中提到了所谓的选举 总归给人感觉 有点政治类的两党政治 对不对? 那这就给人感觉 你们不是正在指责我俄罗斯干涉吗? 让我特朗普当选吗? 你看 北京干涉不让我当选 北京干涉不让我当选 对不对? 有点别苗头 这个呢 那就让我们自然而然想到 你的选举 你的选举 是不是只是为了 你的演讲 是不是只是为了选举 造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大家听听就完了 虽然是一篇很流的 对北京 让北京很紧张的这种演讲 但是呢 如果是为了选举的话 讲讲也就算了 讲讲也就算了 对吧? 那么有这么几个可能下来 这么几个可能下来 就是说各方面都想到 有没有这些可能? 或者是都夹杂一点 对不对?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考虑他动机 不考虑他明天这个会不会践行 我们就从这一篇 这一篇演讲 政策来讲 从天上到地下 从这个东海 钓鱼到台湾到南海 从这个政府层面的领导人跑了百宫来给我的承诺 如果不在南海建立什么什么 到在这儿的华人学生会 偷偷地搞宣传 向使馆回报 连我们鲁迅的文章他都引用到了 所以我在这个整个分析之中 不单是说彭斯这个是有备而来 得到了很多强硬派智朗 鹰派智朗的支持 而且 这一个演讲不同于翼王任国对华演讲是接地气 所以我怀疑啊 我怀疑啊 这里面有华人高手在里面操刀 甚至给他提供了很多受财 为什么这样说呢 里面很多事例像我说的百年齿娃 学政在上面演讲啊 还有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事情 其实都是流行于华人圈的互联网的东西 长期以来 白宫行政当局 包括国会对这些是视而不见的 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太乱了 一些很好中文的专家看不懂 对不起 我不敢 我要看就看人民日报嘛 环球时报嘛 我要看就看我们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嘛 我们到智库演讲嘛 要听智库的大佬嘛 我跟你们说 我是从美国智库出席的1997年 第一次来美国是到大西洋理事会 在1997年 我为什么选择到大西洋理事会呢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 1997年互联网正好面试走向世界的时候 在这之前 我对世界上 对中国 对世界上重要的事物 尤其是对中国重要的事物的了解 都是通过外美 美国人 美国的智囊 我看美国智囊的东西 才了解 哇 我叫杨根君呢 开玩笑啊 其实就到这个地步 原来中国是这样的 原来中国一百公里之外是发生了这些事啊 美国智囊的讲的话非常流 预测也基本上准确 但是这些年 你们看看 我再也不提美国的智囊 智库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过时了 他们知道所有东西我都知道 我知道的东西他们不知道 而且他们看不起我知道的东西 我打开推特 我打开互联网 我打开我的朋友 给我的中国朋友 我什么消息我都知道 但是这些消息大量的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网络上 请问哪有几个老外能看得懂这些中文啊? 别给我吹牛了 谁的中文最好啊? 最好的中文也看不懂中国的互联网 尤其是加上我们那些为了回避敏感词的 我告诉你 我看都得研究半天 有几个中文比我强的啊? 而且中文比我强的又不好 又不一定是总统的秘书 又不一定是白宫的智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 他们的所有东西我看了之后都是清烟点水 没有任何意义 我看过很多他们发的智库报告 不是说咱们怎么自己脂肪硬了了不起了 我真的是觉得至少在中国问题上我比他们强 真的比他们强 当然可能价值判断我比他们差一点 你说我带着很强的倾向 这个又差一点 但是真的很多事情比他们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看了这一份彭斯的演讲 我有种感觉 哎呦哥们 你背后有人在支持你 这个人一定不是普普通通的美国的智能 甚至是中国的和中国相当了解的 甚至有中国人在给你找这些4D 在给你组织这些东西 这是我一种感觉 这个不要说这个美国官员告诉我的 然后我泄密了 我甚至觉得这有可能有些东西啊 很可能是这个北京领导人得罪了谁 北京出了叛徒 会不会是某一个这个浅逃在这边的高官的亲属 出毛话策啊 这都有可能 明确讲 这是真有可能的 因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研究了 读了 听了一下英文文本之后 我感觉到挺震惊 基本上把过去所有涉及到的中美之间的问题 他以简单的四例全部讲清楚了 对周边的控制啊 一带一路啊 对美国的正式的干涉啊 在美国不讲这个价值观 然后用学生会来控制这个中国人啊 然后这个周边的扩张啊 贸易啊 技术啊 2025年啊 要要要抢占这个技术啊 等等等等 你们想想还有什么没写到 你们这个说一说 还有什么 你们想到的他没想到 他都想到 他都想到 而且 有短短的四十五分钟 得到了多次掌声 说实话 很多 包括美国总统对什么的演讲 我来了这么久 来了一年多了 我也研究政策 很多时候 他四十多分的演讲 我没法停下来 很多东西 鸡通鸭讲 我知道 涉及到中国的东西 很多人讲起来啊 云里雾里 但是他讲的好像 都有真得心 都有真得心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说 我们可能喊了多年的 狼来了 狼来了 这一次 如果这个进一步执行下去 这要践行的话 那真的有可能是狼来了 那就是前面冷战的节目 前面冷战的节目 前面冷战的节目 好 这个这个 这个 内容 大家看 内容 大家看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再看一下 那么 大家讲到这儿了 说 老羊头有什么招务啊 有什么 看法啊 有什么看法啊 我以前写过 自从北京 2008年开始 准备抛去这个 陶光养晦的政策的时候 我前面这是第三讲 第一讲讲到三百年 未有之大便局 北京做的很多事情 都要保持我们的政权稳定 有关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 你就会知道 他们做 所有过去做的一切 也是没有办法 为了保证权 就得这样做 如果再进一步 改革开放下去 美国这个报告里面 一开始 彭斯的演讲就是 我们给了中国 那么多方便和支持 我们敞开大门 让他们进WTO 我们一百年 他们百年耻弱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要求他什么 我们给他们投资 他们结果还要求 我们的投资来提供核心技术 我们其实都盼望 他能在政治上 不要光在经济上 走市场经济 然后在政治上 也能有一点民主化 至少尊重自由主义 但是他认为这一点 完全没有了 实则其反 现在对严论的控制 打压 对民众的建筑 他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个时候 明显的感觉到 他是要四波连 要大赶一场 对不对 他是要四波连 大赶一场 那么呢 我也讲了 北京怎么办 北京怎么办 如果我说 我说这些东西 就是北京目前呢 好像他这直接是一个冷战宣言式的 首先让北京基本上在回应方面没有退路了 你不可以再说 哎我们一定要和平不要搞冷战 那这样的话 在全国人民面前那就是示弱了 因为人家一定是宣布是冷战 这比冷战 你要是 我们现在大家 回到那个 把那个谁啊 丘吉尔的1946年的演讲拿出来 彭斯唯一的没有四波连的就是没有说你是邪恶的 你这个是扩张的社会主义的什么 但是我们要联系到前几天上个星期 这个特朗普在联大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的社会制度 和这个再联系起来 那不就是冷战全面爆发吗 那中国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啊 他们可能回应的时候也是很高调的 但是呢 一定要认真思考一下该怎么样啊 如果要真打的话 那当然环球时报啊 领军 国内看环球时报有几百万人 让他们这个胡锡进同志领军来打 我觉得还是可能的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时候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留言呢 有点看不清 如果我一会儿呢 没时间看留言的话 我一定有文字再给大家回答好吗 那我今天其实想讲什么呢 想讲一下我自己 中美关系讲到这儿 我觉得你们一定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再讲下去就是推测了 我从来不推测政局 我写所有的东西 大家有时候看我好像在预测 我都不是预测 我只写我的要求 我只写我认为该怎么做 那么 今天呢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作为中国人啊 作为中国人我也是想到 中美两国打起这个贸易战来啊 打起冷战来啊 有很多人会受苦 这个包括这个给美国做生意的 包括我们的底层呢 一些这个这个和美国 因为这些年中国的发展 大家可能都低估了 我们不光是在授局上看 我们好依赖外面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脱不了 其实在各方面 在各个领域 我们和美国基本上是 真的是像夫妻一样了 上亿去年他们做这个比喻啊 其实没错 尤其是在北京那边 你要是完全真的切蛋 像这种冷战这种做法的话 我跟你说 来不了几个会活啊 中国那边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 邓小平当年起改革开放 其实是干嘛呀 为什么1989年 这个91年之后 这个91年89年 出来这种事儿 九一年 苏联瓦解之后 九二年 小平他不收紧政策 反而蓝群要求进一步开放 而且马上 就和美国搞得很火热 后来加入WTO 这回郭黛玉 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啊 为什么 老一代 像邓小平这样 他理论不是 但他不是二杆子 他还是有一些很多 这个这个这个 新这个这个 远见着实的 不然他们也不怕 要把殿下打下来 邓小平也不会 用短短的几年 把毛泽东的整个政策流转过来 那没有这个 那么1992年 他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如果打冷战 输的一定是苏联 如果两个都闭关之手 建起高墙 输的一定是苏联 苏联就是被这样打掉的 中国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如果真要美国同中国打苏联的时候的冷战 中国绝对走不上三年 不相信你试一试 你别跟我讲 你粮食有多少 你什么做什么有多少 你走不了 这个国际社会始终二战以后 整个国际体系 整个国际社会是美国主导的 苏联当时愚蠢就愚蠢在 和美国较劲儿 以你的国力和你那东欧几个黎巴国加起来 你和美国代表的整个世界的先进生产力 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抗衡 你不死才怪 苏联其实完全可以不死 怎么不死啊 我就给你美国 也给你的意识形态上对立 但是我在经济上宣布改革开放 我不会闭关锁国 锁到什么程度啊 锁到最后你看车没有 大炮虽然有飞机有 其他的工业都不行 面包都没了 你锁什么国呢 你如果一边给他搞意识形态 一边改革开放 在经济上获利 谁跟美国都会获利 小平在飞到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美国 飞到美国的飞机上 就这个李胜之他们问 这个为什么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我们不理解啊 小平说你没看见吗 傻瓜 这个谁跟美国搞好关系 谁就富了 小平真了不起啊 现在想想小平真了不起啊 这个有人又要骂我了 那现在大家想想 小平92年做的事情就挽救了中国 没有像收年一样 如果当时按照89年以后 啊 那个那个新上任的领导人那种 越来越左越来越收紧国门的话 我告诉你 现在 这个国家早没了 这个政权早没了 所以小平他高瞻援助 那么现在是同样的道理 别告诉我 你那边啊 什么都准备好了 粮食冲走了 查一查 你的工业倡息里有多高 查一查 如果真冷战打起来 你所有的 那个车的零部件 从哪補充 当然我们有吉利啊 当然我们有那些很多车啊 再想一想你的高铁的螺丝 高铁的零配件 从哪进 真的 好好想一想 所以呢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哈 北京 这个政府 如果能想清楚的话 就应该好好面对这件事情 彻底检查一下 中美关系和我们在各方面的 怎么检讨啊 怎么检讨 现在要说到我了 把老羊头被你们删掉的 所有的写中美关系的文章 拿出来 简简单单读一遍 现在我要吹牛了 中美关系所有涉及的问题 彭斯里面所有讲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人 至少是精神上的中国人 一直是爱国的中国人 始终把中国放在第一的中国人 也是被别人骂为特务 小骂大帮忙的中国人 我给你们所有的都找到了答案 一开始还有人听 后来你们把它全删掉还不说 还搞得那些文章都找不到了 我举个例子 从08年我就看出了问题 包括我们一些宣传部门在外面的做法 你把别人都当傻瓜呀 你想宣传有别的办法吗 你可以推广这讲好中国人的故事 怎么都可以讲吗 你用这种党媒的方式在外面 还有这英国记者 你们昨天还把他数为英雄 你真的是把 把唱造了世界最悠久文明 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杀了地球上那么多人的 西方人看得那么仁慈那么傻瓜吗 他们看不出来这些东西吗 还有搞一个奥运会 你们为了保卫国旗 你们搞得每个国家插满复兴红旗 这新条旗什么时候还没拿掉啊 这个新条旗不符合我的政治立场 马上收起了 这是他们上一次 人家可不可以把新条旗插在你的各个地方啊 这些东西每一个世界出来 我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甚至有时候站在北京政府的立场上 写文章苦口婆心告诫你们 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 别人迟早会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你的 我写过了吗 对不起 那些文章现在在还有一些 大家搜索一下 只要写老羊头美国搜索一下 杨文军美国中美关系都会出来 可以讲彭斯讲的每一个东西 我都有解决答案 这个解决答案不需要北京付出很多 这需要北京谨记邓小平的政策方针 不要整天给这个什么邱小平 周小平这些人跑 会跑到死沟里面去的 好 再随便举个例子 彭斯讲的这些东西 包括在外面的学生会 这些人 我在08年的时候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讲 在外面任何学生的这些联系 请千万注意 你的国家有这些政策 别人民主自由的地方是自由很多一点 但是人家也有反监机构也有情报机关吗 你把他当成吃瘦的吗 他不会见识你吗 他不会看见你在我的国头上 整天宣扬你的思想是什么意思吗 我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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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被腐蚀侵蚀到这个程度 所以中美关系的东西 我今天不能给你们讲态度 要不要说王牌卖光 我是说其实有挽救的余地 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真想打没问题 作为这个中国立场的话 如果这个中美之间真要打 我明天就买飞机票回去 哎呀跟着环球时报拿着棒子 砸美国车卡里达克或林肯车 我全部给你砸掉 肯代基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炸鸡块 我不吃了 麦当劳我去给他砸掉 好吧 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政策过方面理智一点 考虑一下 直当彭斯这个话是随便说一说的 然后彻底检讨一下 我们的一些激动路线 是不是还要延续下去 极左的路线越来越重 啊 左到都快了 把一些老干部啊 把习中勋这种人全部抓出来了 啊 对 怎么搞啊这个国家 这样搞下去怎么行呢 不行 不行 那我看一下啊 大家提了很多问题 我是非常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有时候啊 提完之后 我再回来都拿不到了啊 有人说 那你中美关系还有什么东西啊 对不起 我中美关系写了 不是 几篇 不是几十万字 是上百万字 中美的贸易 中美的政治较量 啊 中国啊 政治较量 我都写的非常多 例如说 我对 我给北京啊 出谋划策 也是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 我认为一带一路非常好 但是 一带一路的前提是 必须坚持 坚行 谨守 一刻都不得忘记 社会主义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 自由 民主 法治 有人说 你看你看又来 小贩 卖瓜 自卖自垮 又提你的二十四个字 哪壶不开提哪壶 对不起 我一定要提 这是我过去十几年奋斗的目标 十八大之前 我奋斗了整整十年 我希望中国执政者提出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抱 能接受至少不反感的核心价值观 这个核心价值观 不是一党一人的思想 而是千秋万代可以传下去的 如果说时间会流失 那今后随着时间我们可以改变 但是它一定是大家最多时候能接受的 那么十八大提出了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 包括平等自由民主法治 我太开心了 我觉得看到了希望 那时候我说一带一路 我们要向外面 不要说扩张 外面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价值观 那就是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各位想想 你们现在提到冷战 就提到马歇尔计划 对不对 欧洲二战以后 满目创意 美国人要拿钱去支持马歇尔 我们现在只解脱 哎呀 让欧洲富有起来买美国的东西 美国也富有了吗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价值观的扩张 大家知道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我给你出钱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买我的汽车 买我的东西的时候 很多标准要按我的 举例 我们在国外修高铁 日本人去修他的新干线 那么如果采用高铁的时候 你就要采用我的轨道 采用我的轨道 你很可能就要和我的人员接种 甚至要受我的思想的影响 这个时候你的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如果是打到希特勒的价值观 英国以前的殖民地的价值观 它的马歇尔计划能成功吗 它能成为世界霸权吗 我们整天说美国世界霸权 是它在国外或国内搞的不是一回事 是有点问题 但是请问他丢掉了自由民主这个招牌没有 他在总体上来讲 还是在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 对不对 那么中国现在强大了 崛起了 我很开心 我的家乡啊 农民的生活也很好 这一直是我感到自豪骄傲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扣大影响力 大家知道 国际上三百多个重要的走织 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起的 中国甚至都不在里面占任何重要的地位 基本上都是美国欧洲的伙伴 占老大的 唯一的联合国是因为中国特别强大 所以成为常任理事国嘛 但是这个里面 说真话 你的话语权其实并不多的 其他的组织 WTO 乱七八糟 所有的价钱都不是 那么中国强大了 完全有理由要求自己成为国际组织 或者这种国外推行自己的这个包裹文化价值观 或这种经济的这个组织 那我们说到现在只有博鳌论坛 每人起来吃得好好的来搞一个论坛 其实全世界没人关注 没有一个主流媒体关注 还有一个上河走织 这两个是中国的 上河走织 基本上是招待来帮助人来吃吃喝喝 有啥意义啊 把我们的土地一分钱还给我们 对不对 那么一带一路 它不但让我们消化我们的产能过剩 还让我们中国在比较这个不发达的 或者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地方 把我们的东西推销出去 让我们的文化也扩展到外面 这是好事啊 这当然是好事 所以我是支持的 但我支持的前提是 请你高取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非常重要 你去别人党投资 别人要看你是法西斯 还是要这个要消灭少数族裔 列的民族的法西斯 还是要前世界复权阶级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 还是穆斯林必须得信我的教 还是我能接受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 别人会看的 你们真以为拿了几个钱的领导人很开心了 他就不看了 来修路来做项目 很多人搞不懂 我们给人家做项目 为什么到最后我们都亏了 他都不干了 我告诉你 和经济方面的掠夺没任何关系 我们国家大放过来 他明明不又搞了八个亿吗 给非洲黑人朋友 反正也到不了你口袋 没问题啊 但是 非洲黑人朋友也会看 哥们 你来是要牢狱我 是要解放前人类 还是打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旗帜 如果你打着后者 我们玩 不打着后者 迟早我让你偷资 血本不归 你滚蛋 东西留下来 我还可以投靠 投靠美国 投靠英国来赶走你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写了多少文字 说我们在国际上 在国内 都要把 认真践行核心价值观 作为首要的 否则的话 中国越强大 越受到别的国家的 疾恨害怕 这些年我们越强大 我们的朋友越少 告诉我 俄国老毛子 真是你的朋友吗 普京什么地方 实质上支持过你啊 啊 出了口头上支持 普京没有一件实际的事 支持过中国 这还看不出来吗 而且 普京就是要壮胆 壮你的胆和美国干 好减轻他的负担 对不对 现在好了 终于普京把这个引到这儿来了 没看见他发言呢 还有 我们旁边的朋友 朝鲜 你说是中国的朋友 从中国来讲 从北京来讲 人家给特朗普握手那种笑容 还真没 你还在北京真没见到过 对吧 朝鲜其实一直很明确 从二十年前就很明确 人家不想给你玩 想给美国玩 只是美国那个政府 呱啦呱啦呱啦 他不肯让步 朝鲜一直不想参加六方会谈 他就想参加和美国直接回谈 只是美国 傻逼逼的 完全搞不懂朝鲜想要什么 不然的话 我朝鲜二十年前就可以搞得 根本不用搞赫福齐了 他就是想跟你总统坐在一起吗 平起平坐一下吗 玩一玩吗 你一直推测 结果还搞什么六方会谈 六方会谈里面不就是三方吗 中美 对吧 结果你解决问题了没有 没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多少朋友了 所以在彭斯的后面演讲中 完全回应了秋吉尔的话 从印度到日本 从韩国到东南亚 我们都签订了协议 这意思不就是说铁幕就在这里 拉下来了吗 好了 各位 我也累了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出来 我该惊恐 我该害怕 还是该高兴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我已经不干了 中美东西的文章 目前为止没有超过我的 我每一个彭斯批评的东西 我都苦口婆心的写在白子黑子上 这些文章让我遭到了海外很多人的狗病 甚至是辱骂 说我为什么吃地狗油 为中南海操心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中美关系搞好 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它会会计十四亿人 我真的不想看见中国在动荡 我自己虽然会计不了 我在海外 但是我真希望中国平稳发展 关系搞好 一步一步走出历史的三峡 走出恶性循环 更上一级台阶 水到除尘的时候 民主转型 水到没有除害不成的时候 我们要平稳发展经济 搞好关系 不要与俄共为伍 要同世界上能让我们富裕 能让我们得到 这些我们大家共同认识到的 价值观的国家为伍 这难道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 这么多年 确实今天我是应该恐惧吗 我是应该 害怕吗 有时候 他们说你应该感到高兴 至少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做这些事情 可是 国内一帮打鸡血的人 每一个东西都把它搞坏 每一件事出来 他们都可以假装在中国国内 他把那帮的人说的东西在国内发表 在国内看 连国外都没推出来 你要讲为中国辩护 我在国外辩护了很多 我一开会 从来给外国人开会 我基本上不批评中国 我都是为中国辩护 对吧 他们在国内吵来吵去吵去谁看了 越吵越左 外国人没看到 结果把国内全部吵坏了 每出一个政策 他们都能往坏的方向发展 就像英国的一个女记者 这件事 说真话 中国在海外 人民日报 新华社各个记者 有多少个 成千上万 美国彭斯总统 今天这应该都有中国记者在了 请问那个中国记者 为什么没有站出来抗议啊 特朗普在两大 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记者为什么没有站出来抗议啊 因为这是一个规则 你不应该抗议 有法治有规则 外国记者在我们天安门 在我们人民大会上也不会抗议 那我们这位女记者在英国 她失控了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记者失控了 她有正义感 没问题 可是有什么必要 国内的一帮先穿部门一帮媒体 故意来炒作 你这不是往北京政府往习总脸上抹黑 这种事儿这么简单 一加一等于二 你一定要把一切东西都往客人里面带 有必要吗 那这个女记者如果真的是英雄的话 那中国所有的上万个新华社 人民日报记者都应该撤回去枪毙 对不对 人家公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还不出来发言 这种事儿我很累了 我说了太多太多 我一百万字在讲这个东西 讲了吃力不倒好 对吧 所以呢今天我是想说 我们理智理性的看待各种东西 中国发展是好事儿 一定能走出历史的三下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但是真的不能搞一言堂 让老羊头这样的文章上到人民日报 让人民看一看 他们会明白过来 当我的文章上到这些报纸的时候 北京政府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在外国人吵架我去帮你们吵 彭斯我来批评 但是现在批评啥 你觉得彭斯讲的不对吗 人家讲的 你驳斥试试看 人家彭斯讲的好像 还就那么回事儿 你这些东西还真这么回事儿 对不对 所以啦各位今天讲的有点多 本人还在就是打工赚钱 还在搞研究 今天这个课没有讲民主的启蒙 有点遗憾 那我是看看啊 这个非常遗憾 因为今天视频放的比较远 我今天开车开了一下午 眼睛也比较累 没有看见大家的提问 我不知道这些提问 我在哪里还能回看 我想啊 下一次啊 我可能把提问弄出来 我专门啊 专门这个回答提问 这个问题呢 彭斯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 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包括我还会 如果有时间 把我那些具体的文章 给北京出贸华策 小妈大帮忙的 哎 这些文章还给大家讲一讲 这也是我直播的 这个这个内容之一 好吧 那 好了 各位 今天呢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我们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今天没有普及 今天本来要普及民主的知识 这是第三讲 是关于这个各国转型的模式 以及英雄带领民主转型的利弊 我会讲一下这个昂山素季啊 他的情况 那我下一次讲 那么前两集呢 也都在我的推特里面 也有好心人了 放进了YouTube 那么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一个系统的东西 老羊头这个退休了 没什么事了 经常讲一讲 或写文章不一样的事 比较C1啊 好 那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晚安 中国大陆的朋友 早上好 美国的朋友 晚安 我们在弟弟的世界上 黑白颠倒 但是 在一些道理上 在一些价值观上 我们应该是一致的 不应该黑白颠倒 好 各位 还不肯 他还不太想走 这个